I don't know the process of the brain forking science 是想要提particle relation 就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 然後所以在 selix with the corps 這個做法 開始的時候是說 一個人開始做 下一個人的部分 他不知道一個人做什麼 所以他這種有落差的品種 有落差的品種 會變成不完美的品種 所以一個不完美的品種 它的部分很明顯的跟部分不一樣 所以我來看說 如果說我們來看這個 Noyving's ReDive Architects Project 它是Rouge Concert Hall 1999一個Rouge Concert Hall 這個Project的MATS 非常需要它的Skin 是很Consistent的Skin 所以它可以把不同的部分組合成 Unite 成一個Hole 所以如果說部分跟整體的關係 有MATS、有Surface Consistency的話 有Surface Consistency的話 是一個技術的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Project Ontellin的White Door 看到類似的什麼Part Hall 它是用很多的Part去組成的Hole 可是也是因為 也是因為同樣的顏色 或是同樣的牌 他並不覺得說他的MATS很奇怪 然後對我來講 我也想到Rubber Ryman的White on White 譬如說都是白色 然後所以它的Boundary 它這個東西的Boundary 變成是一個Hole 可是它的部分的差別很subtle 微妙 所以我要介紹幾個建築師的作品 這個是Android Abbott的作品 就是Android Abbott的作品 他的作品是非常白色與白色之間的 這是Aaron Bestway 對 一個Android Abbott之前的學生的 這是Android Abbott 那白色跟白色之間的關係 就是變成說這個整體 你需要close attention 它的部分才會出現 所以它是很刻意的 它很刻意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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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或者是 Discution 還有作品 分成一半 然後可是在想法裡面 所以在作品裡面 它的部分一部分的 跟白色之間的分別 非常subtle 但是這個 in contrast of Robert Ryan 我要提的是 Robert Rauschenberg 所以他是 Ruschenberg 可以說是一個collage artist 他是一個painter 然後它的部分與部分的關係 非常強烈 可是它部分與部分的關係 強烈到 就是多density 多到密度多到 會覺得它說 是一個同樣的整體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拿 他Andrew Kovacs的作品 跟他比較這樣 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 美國年輕的製作師 他的部分與部分 自己的關係 就是很強烈的那樣子 可是對我來說 並不奇怪 因為或是 並不覺得說 這是不服 整體 整體會不見那樣子 因為 因為它的 很consistent的密度 所以這也是 Andrew Kovacs的作品 所以 如果想要說 你說這個tradition of 3D coll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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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it relies on found objects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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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這個found objects 我們看到 Oldenberg Kleis Oldenberg的作品的話 你要找到東西的話 他把out of context 把out of context 把out of context 重新組了的話 我是覺得說 這是 建築上會很有趣的一個想法 因為 這個不只能是 form 這個也是program 這個也是contextualization 或是decontextualization 或者是denaturing of parts 這樣子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有趣的想法 OK 所以講到denaturing of parts 或者composition of whole 我要舉幾個例子 然後每個例子 有不同的strength這樣子 這是Garry House 我們可以說 Garry House 是一個Franckinstein 他拿了很多不同的material 還有不同的窗戶 把它拼湊成一個家 或是在台灣嗎 在台灣的違建這樣子 我很喜歡拿這兩個exemplate比較 這是在台灣的很平常的違建 這是Hersault & Demirant的Petal 4 如果你把一個東西 放在一個東西上面 才會呈現 可是如果東西上面下面的 production value 它的品質很高的話 我其實可以好好看看 就是說 如果這種東西 做的品質很高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是 房子戴帽子 房子戴爛的帽子 或是房子戴很好的帽子 然後是戴哪一種帽子 所以如果說一個東西 在另外一個東西的上面的話 我們來看到Villa de Lava的example Villa de Lava 我們可以 如果我說我覺得這是 Villa Savoir放在Johnson Glasshouse上面 如果說Johnson Glasshouse 戴一個Villa Savoir的帽子 OK 可是如果 這是我覺得說 如果說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我們就討論到了與地面的關係 我們可以回想到 我們可以看到 5 points of architecture 那個路線的5 points of architecture 它還是有它的 Free façade 這個Riving window還是存在 還有一大堆 YGC的Pilloteer在旁邊 可是Johnson Glasshouse 與地面的關係 是一個continuous的surface 跟Fonsworth House不一樣 對 所以這些細節我覺得說 Core of House 他也可以 要注意到這些細節 可是他把 Glasshouse跟Villa Savoir的精華抽出來 重新翻譯 然後把它 再拼回去在一起的時候 他所做的就是一個DJ的act 這樣子 我們聽過這首歌 我們也聽過另外一首歌 我們知道這兩首歌有不同的意義 可是這兩首歌不同的意義 可以拼在一起的時候會產生一個新的意義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這種拼奏的想法是一個 不僅是form 或者是program 甚至我們可以講到theory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剛剛講的recontextualization 這種想法 More examples 我覺得這個開培Perform Center 也是類似的事情 可是 與其是 與其是 拿 不存在的建築物 來做recomposition recomposition 那是 不是Platonic Solids 這個變成一個recomposition 的Platonic Solids 對我來看 OK 所以這些 之前看的幾個做法 我覺得說 如果說是做DJ 或者是上面與下面戴帽子 或者是說 或者是把Platonic Solids 連在一起 這些是 它的particle relationship的mass 是很奇怪的mass 我們可以在mass上面看到differences 那是surface 這是首先要看一下surface的example 如果說 如果說 the Miradorhausen project the Miradorhausen project from NVRDB 是一個 用不同的surface 去articulate部分 所以它的 它的mass 是很consistent的 slab typology 可是 就是這種puzzle puzzle 拼圖 對 用拼圖 或者是 silo的 MVRDB的silo 也是 我覺得對來講 是類似的小的 用拼圖 這樣子 用surface去拼圖不同的部分 所以我們講了 DJ 我們講了 differences of mass 然後我們講了differences of surface 然後現在來講 沒有surface OK 所以等於是 我們如果 我們講說 我整個organ 你的內臟全部expose出來的話 如果你的內臟全部expose出來 我覺得也是一種 像 部分與部分關係的相反 所以這三個example 都是把內臟 汙汙汙汙出來 可是 它的organ 也是 比如說像這個 dense 它的密度這麼高的話 我們看起來還是 然後它的內臟變種surface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如果 也在一起有不同的 然後這些example 是類似的想法 在 在 所以我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How long road city 就是九龍存在 存在 存在 就是也是 我覺得說 這也是 也是一種 Frankenstein 然後我要 我要秀這個 這個人 Daniel Green 他的 如果說 這些很多不同的部分 把他 用線條畫出來的話 又重新的 同一個回去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他的部分與部分 不管再複雜 你如果 只是用線條去表達的話 又是一種不同的說法 這樣子 然後我是最 就是希望說 同學 也許可以看到 用線條去表達 把這些部分 然後 然後 最後 最後就 show 這些example 就是說 那如果說 之前列的幾個 幾個category 不包括在 這幾個category裡面 我可以想到 是想想 然後 我會 不想再 再講 在太多時間 就是 You guys get the idea 就是 想要想 這邊是想講 是說 Morphology of familiarity 就是 你把很熟悉的事情 稍微改變 或者你把很熟悉的事情 改變 或者你把很熟悉的事情 就是最熟悉的 熟悉感 把它疊在不同的部分的時候 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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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我最後是 最後是 最後是 這張 就是 Pieter Macy的 Campo Martial Campo Martial 我們可以講 是一種 reconstruction 說 這張 它從這張地圖 從來沒有存在過 它 never existed 可是 它存在的是 在說 它把不同的時間 存在過的 的 的 全 重新展示在 一張怎樣的地圖上 然後我覺得 所以說 如果說 collage 或者是 stitching together 或者是 Frame Stein 有這幾個方向的想法 所以 所以 這是我想要的 塞製說 拿 台北101 做 volume 然後 看同學們有什麼 辦法去 有想像力的 然後 有想像力的去做一個 常新組合起來的 60 然後 我 show了一些 example 我以前教過課的 我教過類似的課 然後 通常 第一步是 他們就真的做了一個 3D collage 然後他們去 study這些 3D collage 的 condition sensibility 然後 可以大約 例如說 密度要多高 這個部分 跟這個部分 是有什麼差別 然後可以 跟他什麼樣的 program 等等 然後 然後 對 我又 show了這兩個 example 這是 這是 Las Vegas New York 然後 Las Vegas New York 是 Not Cliché 很多 Cliché 拼裝在一起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這樣子的 Skyline 是一個房子嗎 還是它是一個城市 的時候 如果這個房子 就是我台北一太 重新想像的 科學怪的 台北一 是一個房子 或是城市 就是 就是 最後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你下面一個 Skyline 對 那這兩個 放在一起 對 這兩個 放在一起 意義就是說 如果說這一整個collection 變成 變成 一個max的話 比如說 像這樣子 一整個collection 真正是 它真的是一個 移動房子 所以 這是一個城市 或是這是一個房子 對 OK 要不要講 你叫做 criteria 對 我那時候給學商 criteria 我給他們 第一個 assignment 我有大概給他們 一個schedule 大概的一個schedule 他們沒有follow 很重要 可是這個大概schedule 我希望他們做三個 類似這樣子的exercise 就是 用final object 去開始把它拼奏 拼奏 然後在那拼奏的過程中 學到什麼 部分與部分事情的關係 然後 在這三個 拼奏的東西 做完之後 他們重新去面對 太北陰影的volume 然後 然後 開始去 也許從他們 這些 這些sensibility 跟 part-to-part condition 裡面去 湊足 extract一些 relationship 然後 然後開始去 去設計這樣子 然後 對 所以我跟他們要 這三個 三個 模型 像這個 模型 然後我跟他們也要 一個 大的 就是 兩百五十分級 對 兩百五十分級 兩百五十分級的 模型 然後 我要 我要了一個 section 然後 line drive 或是跟他們想要是 line drive section 然後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是 他 一個算是 narrative 就是說 解釋 一個narrative 也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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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也許是 story 一個narrative 就是 解釋他的 想法 然後 最後一條 是 最後一條 什麼 有些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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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口上的照片 是幾個 還是 我再加入 這個 剛剛阿亮的問題 這個 二百五十分之一的模型 然後 這個 然後 這個 這個 line drawing 還有 等等 你在心目中定的時候 有次序嗎 還是沒有次序 他可以用一個 inform 另外一個嗎 對 nproduct 我原本是想說 也許有 consistency 超感證 這個是一個 但是你很重要的 希望我們 judge 而不是說 這個one thing 可以 lead to the other to the other linear no 那整個是一個 所以 這整個東西又回來 關於 parts and tone 又回到 francestine 的意思上 所以整個 整個想法 講說 composition 這整個想法 是很重要的 driver 那是composition 所以 因為 怎麼講 亂組合 或是沒有想法的組合 就是 我覺得說 對 對 思考的整理 可能會有幫助 這樣子 然後也許說 這個exercise 不僅是個形式上 或者是 或是理論上 還有思考上的整理 我覺得是 就算其中的 所以上次提到的 三個 model 是 進化 對 consistent的 進化 對 然後 然後 也許 所以 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你剛才說 郭老師剛才問 我剛才想到 你剛才提到那個 formulant的 你剛才講的 就是跟 是分 formulant的 對 它那個 形式它是 對 後面有它 對 那個 stories 所以 是說 就比如說 如果說 他借了不同的部分 然後他借的部分 然後他借的部分是 我們了解說 他跟地面的關係 比如說他借了 路易斯沙利芬的 typology 那是說三個部分 對 三個部分 假設他是這樣子的 一個學生的話 會覺得說 喔 可能有想法 那這三段 我們現在有一個 framework 去測試這三段 那假設他是這樣子的 但是他說 OK the repetition the typical plan 中間是 typical plan 所以我說 這個學長有 這樣子的 awareness 也同時去講 co-ositive plan 也同時去講 所謂在 sholy talks about 然後 lobby 跟capital 關係的話 這樣子 就是我這樣子 一個frame 對 就是另外一種 contactualization 對 他意思是 physical在 在認 對對對 所以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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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of force entry to tribune tower 對 如果這是一個frankinstein 的話 就覺得說是 非常棒的 historic 對 對 所以說像 所以說像 這個 這個 問一個 非常直接吧 很好笑 但是 很低級 但是很重要 那個直覺的 美 嗯 在你這裡面 或從 在你judge的時候 你覺得是 重要 嗯 很難抗拒 對 很難抗拒 對 可是 然後當然是 有他的優點 是 但是 如果光是美的話 嗯 嗯 到 OK 當然 我不會 如果說兩個同樣 差不多 這個project 然後你比較美的話 我會選比較美 當然 OK 沒有 你要不要 清楚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選阿波 他根本就是選 先選美 你有提到 那個 Priving Public 對 對 而且是 對這個階段 講 那個 有沒有什麼 嗯 嗯 對 就是 所以 怎麼講 就是 嗯 我在講那個Priving Public 的時候 其實在想說 比如說像 牛尼團 那個 它黑與白的關係 所以 部分與部分之間 如果你可以qualify 黑是什麼意思 白什麼意思 然後 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可以想 這一次的想法 是CR Park Library 就是 它把所有顏色 跟所有灰色 放在一起的話 它 所以 部分與部分的關係 它也許是 比較 比較 比較快的 然後 然後 你要怎麼樣去 就是 沒有 OK 選擇101 這件事 對 就是對你來講 你當初在選擇他 不是同學們 你看他 你當初在選擇他的時候 你的背後 就是那樣的 OK 第一點 我是想說101 它本身也是一個 Franc style 它是一個 疊了九次的 只是它的 parts 是很repetitious 然後 它也是用了 consistence 就是一開始我第一個講 第一個 technic就是 consistent scan 什麼 用 consistent scan 去引擎 parts 所以 所以我覺得說 它本身有存在 我們 我在想的這個問題 就是 那 可是我 我本身覺得說 我們已經很習慣這個 這個 icon 這是台北的 icon 甚至是台灣的 icon 然後 有什麼 對 對學生來講 我覺得 可能很有趣 如果對一個學生 等於是說 你把 你城市裡面的 英雄把它 去 graffiti 那樣子 對任何的年輕人的感覺是 Def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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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local icons 是 想要去 encourage 這種 rebelly 這樣 我記得你那時候 特別得到 你要 Respect 叫同學 Respect 他的 Boundary 還有他的 這兩件事情 是不特別 下這個 限制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他的 Offeral matching 是可以 比較的話 就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們已經有 這個 是很正常的分散 如果說有一個 對 所以可以比較 這是最主要的 可以比較的 他才不會是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 Cynical的 Response 整個都 畫一個點線 然後缺席 然後 那樣就 沒有 你自己 對這個 這個事情的宣言 是什麼 就是 出這個題目 背後 最大的 Motivation 就是說 我們當然都知道 那一些 theory 的 那些事情 但是 在這個時間點 和這個 點 當 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在談 Digital 或者是 其他的事情 你在這個 點 談這件事情 它 背後 對於 你的意義 或者是 你想要 透過這樣子的 題目 通常 這有點像在 測試 就是 你的宣言 那是什麼 我想 也許 其實在這個 背後的 一個很重要的 Essay 或是 想要再 Response 或者是 寶送我的 Response Response 雖然 這個Essay 已經 大概五年 五六年 但是 我覺得 滿好的 時刻去 想說 這五六年 這個Essay的影響 然後 現在是想要 問一些其他 歌 就是說 因為它很重要的 就是 saturated shape 它裡面寫著 寫著說 saturated shape 的時候 它甚至是用 那個 Response 來做 例如說 你有很多 不同的部分 跟我全部都一樣 拍 看起來會是同一個 這個很聰明 可是 對我來講 就是 好像 所以 然後 Alejandro 是 AZP 他寫 A politics A politics 對 他也是在講 其實是 蠻類似的 如果說 內部已經沒有控制 就是 如果 Architectural plan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rchitect 然後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 可是 台灣講說 Façade making的時候 最近 這十 十到十五年 很流行的 這個Façade making 就是 全部都是一個 OK Hershaw跟Nibirong 是這樣做 FOA OMA 是這樣做 像 CIO 然後 所以 對我來講 很critical 我說 我會這樣覺得說 OK 我的宣言的話 我就想說 那除了這樣子說以外 我們 沒有什麼 辦法去做 conversation 如果說 conversation 因為我覺得 歐美是很有趣的 他很多不同的 conversation都在內部 可是 可能在 呃 呃 那個是誰 呃 呃 呃 在北京的office 那個 Sharam Ole Sharam的年代 Ole Sharam的年代 一代的時候 是 這個consistence scan 是 在Ole Ole 是 常常在做 可是最近 他們在做的事情 開始沒有這個 consistence scan 有一些project 沒有這個 可是在 Ole Sharam的年代之前 也不是 這樣做 所以 對 所以這個 response 也許是過去 10到15年 然後 Pipop Ole Sharam 然後 對 嗯 對 這是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 Motivation 非常好